我们接下来从应试的角度 对于我们刚讲过的 这五种类型的基准分析当中的 还是过程或互动基准 与一般基准 这两种类型的基准分析 他们在考试当中的判断 辨析 以及相应的掌握的尺度 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归纳总结 与强调提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过程或活动基准 也就是说根据案例给定的信息 将某一个基准分析 将其判断为过程或活动基准 此时必须具足两点条件 这两点条件刚才在 对于这五种类型基准分析 逐一经讲解时 已经给大家强调过 就是要两家企业具有类似的核心经营业务 同时这两家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与另外一家企业为基准 进行比较 如果他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且具有类似核心经营业务 那此时这种基准分析就可以将其判断为过程或活动基准 这是判断编析 在考试当中的掌握尺度呢 就是实际考试当中 相关的两家企业是否存在类似核心经营业务 出题人要么会在梯干当中的明确告知 因为这两家企业是否存在类似核心经营业务 刚才在前面给大家介绍 广大学员没法判断 因为什么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 你要让大家这个全国的驻块考生 考战略的让他们各自判断 就一百个人心目当中有一百哈姆雷特 这是要么出题人在梯干当中直接告诉你 明确告诉你 要么出题人就考察什么教材的例子 就是把教材讲到了这种这种啊 类型的基准分析的对应的例子 员缝不动的啊 搬到事实当中出题经考察 那此时就无需告知 因为按照惯例 这个例子对应的就是这知识点 说到这 其实呢 讲的都是关于这两家企业 是否具有类似核心经营业务的判断 另外一个条件 就这两家企业 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是不是存在职业竞争关系 这个就交给广大学员 根据常识进行判断就可以了 一个卖药的和一个开酒店的 他们之间肯定是不会存在职业竞争关系 就跟一个卖冰箱 一个卖空调 不会存在职业竞争关系一样 谁夏天也不会把冰箱门开了 来给室内降温 这是过程或活动基准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一般基准 一般基准 它也必须具足两点条件 一个呢 是要具有相同的业务功能 另外一个 是教材当中没明说 我得给大家补充上 就是一般基准的这两家企业 他们之间也不存在职业竞争关系 你想啊 又具有相同业务功能 要再有职业竞争关系 这不就是竞争性基准吗 所以说在实际考试当中 相关两家企业是否存在具有相同业务功能 图题人要么在体感当中明月告诉你 要么还是那套词 考察是吧 直接考察教材 再介绍一般基准是这个例子 两家企业之间是否存在职业竞争关系 自行的根据常识 来进行判断 你比如说一家酒店 一个是在峨眉山景区经营的 另外酒店是在长阪山景区经营的 你说这两家酒店之间会存在竞争关系 这就得根据常识自己就能判断出来 谁也不会白天在峨眉山什么旅游 晚上回住地回长白山的酒店去住 都是就近住 所以说这两家酒店 它有物理的辐射区域 所以不会存在竞争关系 这得靠根据题目给定信息 结合自身的常识来加以判断 所以说 具足的这两点条件 头一点条件 是不是具有相同意义功能 题目告诉你 要么就是出席人直接拿教材例子出席 剩下的是不是存在这些关系 是广大学员 结合案例给定信息 再加上自身常识来加以判断 这是这两种类型的基准分析 它在实际考试当中的一个判断 一个辩析 那么接下来 还是从应对考试的角度出发 还是从应对考试角度出发 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基准分析 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基准分析 它的掌握尺度 再给大家进行一下归纳分析 强调提示 根据2023版教材 也是今年教材举例 两家制冷的家电生产企业 属于什么 类似核心营业务 而金融业和酒店业 同属于服务行业 所以说则认定 这两个行业里面的他们的各自企业 一个比如说是一个金融业里面的一个银行 一个酒店业 其中一个酒店 因为他们都同属于服务行业 所以说就认定这两个行业当中的企业 他们就具有相同的业务功能 这是教材举例 但是平心而论 什么情况下判断为类似核心营业务 什么情况下判断为具有相同业务功能 很难有明确的标准 来加以清晰界定 除非题目当中明确告诉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根据2023版教材 下列的情节物 它也符合一般基准的特征 就是我刚才说的 西康酒店是一家位于中国西部 某著名旅游景区的五星旅游店 就是峨眉山 为了提升管理水平 西康酒店定期派人去 东部旅游景区的五星旅游店 学习东部 你比如说是黄山 从而逐步提升了服务质量和财务业绩 西康酒店进行基准分析的基准类型 什么呢 就是一般基准 为什么呢 这两家酒店是不是有相同业务功能 你服务业 就是餐饮业 一个是干酒店的 一个是干银行的 就是刚才这两种情形 对不对 一个是金融业 一个是酒店业 这两个你都能把它算作同属于服务行业 他们的相的功能呢 是相同的 金融业也是 金融服务 酒店业呢 也是服务 这两个行业 你都能够说 他们都同属于服务行业 说明这两家企业的什么 有功能 从这个角度说 你都认为 分属于这两个行业的 企业的 有功能是相同的 如果说 你干酒店 我也干酒店 那为什么不能说 我们这两家酒店的 功能是相同的 业有功能是相同的 所以说 根据2023版教材 下来的情景 它也是符合一般基准特征 没毛病啊 对不对啊 也就是说 肯定不存在职业经营关系 业有功能也都是相同的 刚才那样的都算相同 我这样的就更相同 这是给大家强调的第二点 总之啊 最后兜底的一句话 就是第三点啊 教材这部分 这部分内容的讲解 甭管怎么圆这扣 怎么是解释 骡子掉插弯里给烫死了 怎么解释 都无法改变 教材这部分内容讲解 它存在天然固有的局限性 所以说考试答题时 务必要严格以教材为依据 在这个前提下 结合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针对这两种类型基准分析 它的判断辨析 及掌握的这个尺度 在结合教材 在今年度 在答题时 基本上呢 是能够满足中诸协 对于这一块内容的考察要求 并且将相应的分支 拿到手 所以说对于这块内容 从全网的辅导机构来说 我比较有自信 应该说我讲的这块 是咱不敢说是权威 但是至少是比较保险的 能够让广大学员 能够有一个实操性 能够是吧 有把握来应对 今年中诸协出题人 对于这一块 知识内容进行出题的相应的 是吧 一些考察套路 从而让广大学员把 涉及到这一部分内容的考察 如果有力提供的话 相应的分支拿到手 相应的分支拿到手 这就是呢 给大家呢 讲解的 这个知识点的 第三部分内容 就是核心能力的识别评价 五种方法当中的 基准分析法的有关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知识点的 第四部分内容 就是一些概念的变系 这个概念的变系呢 应该说在讲解时呢 为了让大家呢 对于这个概念变系 有一个更全貌的一个理解和掌握 所以说在教材讲解的基础上 我学微的给大家呢 补充了一点点内容 不会占大家的太多的宝贵时间 我快速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核心能力这个概念 相关的一些概念变系 人家教材呢 讲的就是核心能力 与关键成功因素 这一对概念变系 在此处呢 我补充了 另外两块内容 一个就是介绍了 核心能力的一些同意词 然后介绍了核心能力的一些记忆词 这个都比较快 顶多占大家呢 宝贵的基础班的两分钟的时间 我给大家快速说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同一词 我就直接说结论了 按照我们前面教材所讲 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点出来了 在咱们教材当中 核心能力 核心竞争力 包括刚才给大家呢 讲核心能力的文特征史 也给大家强调了 还有竞争优势 这三个词 是同一词 而且呢 他们强调的 核心能力的 源于概念的 这个最本质的特征 都具有 就是做的比竞争对手好 也就是说 在有价值的领域 在具有重要竞争意义的领域 做的比竞争对手好 而且做的好的地方 具有独特性 独偶性 竞争对手呢 亦是难以模仿过去 所以说 核心能力 核心竞争力 竞争优势 这三个词 在咱们教材的范围中 是同一词 核心能力的 进一词 因为核心能力呢 它又 称之为呢 竞争优势 什么是竞争优势呢 竞争优势 跟核心能力是同一词 对吧 就是说 竞争优势呢 做的比竞争对手好 一些好的地方 竞争对手 一词难以模仿过去 这是竞争优势 核心能力 竞争优势的 进一词 是优势 什么是优势呢 就是你这个企业 和你的竞争对手 做的同样好 边边好 这叫做 你和竞争对手呢 都具有优势 所以说 核心能力 核心竞争力 竞争优势 它的进一词 是优势 优势 就不是强调 谁比谁做的好 强调的是 大家做的同样好 边边好 是进一词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呢 辩习一下 核心能力 与关键成功因素呢 这一对概念 既然是变性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对比 也就是说呢 得说他们的不同之处 再说他们的相同之处 那么不同之处呢 就是这两个概念 是两类不同的概念 关键成功因素呢 它强调的是产业层面的概念 也就是说对于企业所处的外部中央产业环境 定分析时 咱们讲了两个模型 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成功关键因素 成功关键因素呢 它是产业层面的概念 就强调的是 要想在这个产业内 要想混得下去 待得住 这个产业里面的这些企业 至少要具足的一些条件 至少要满足的一些什么 最基本的要求有哪些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集合 不是针对某个公司 而核心能力 它是强调的某一个公司 做的比竞争对手好 因此呢 拥有成功关键因素 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 这要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说 你首先得在这个产业内先活下去 具有是吧 能够在这个产业内活下去 待得住的所有产业都必须具足的一些条件 或者说满足的这些要求 在这个前提下 你在某一方面 某几方面 做的比竞争对手好 你才能够在这个产业呢 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 更好的实现价值增强 所以说拥有成功关键因素 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 这是他们不同 那么相同之处呢 都是公司盈利能力指示器 也就是说你关键成功因素也罢 然后呢核心能力也好 只要你 不管哪个企业 你知道在这方面 做的突出的话 都有助于你呢 更好的实现价值增值 获得呢 超过平均利润的 这样一个利润水平 而且呢 在特定环境当中呢 这两者呢 不易区分 一个成功关键因素 可能是某产业所有企业 要成功都必须具备的 但是呢 在大家都具备的 这个因素当中 你在这一方面 比其他人做的更具备 做的更好 也可以有助于 你在这一点上 获得相对于 其他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 助力于你在这个产业当中的 更好的实现价值 更好的获得 超过这个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 什么 这样一个更高的超过利润 所以说 这是这两个概念 它都共同指出 介绍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用一个动态图 以某企业招聘 应届毕业生为例 以这个动态图 来帮助大家 再直观的理解一下 关键成功因素 和核心能力的 这一对概念 你比如说呢 每年到了毕业季 一些企业呢 就要对应届的毕业生 进行招聘 这个企业规定了 能够参加 我这个企业 鄙视面试门槛的 这些个应届毕业生的 这些求职人员 必须呢 满足如下条件 比如说 得必须是 985-211校毕业 学历呢 至少得研究生 记忆上 英语得六级 能够熟练的使用 这个office软件 然后呢 政治面貌 必须得是党员 也就是说 这企业说了 应届要参加 我这个公司的 比试面试 这些个 能够有资格参加 比试面试的 应届毕业生 必须呢 得聚足这些条件 假如说呢 这是应届的这些毕业生 代表这些毕业生 其中 这个藕合色 也有紫色 代表的是吧 是满足上述条件的 这些毕业生 所以说 只有这些满足团件毕业生 才有资格 进入考试门槛 参加呢 面试 参加比试 所以说 能够参加这个企业 比试面试的 这些 具足了 这些条件的 这些个 应试的 这些个 潜在的求职者 其实呢 体现的就是 成功关键因素 也就是说 你只有 具足了 人家企业 所列出来的 这五点 最低要求 你才能够什么 参加人家的 比试和面试 所以说 参加人家 比试面试的 这些个什么 应聘这家企业的 这些应届 毕业生们 都必须具足 人家列出来的 这五点条件 这是你在这个圈内 能够待得住 混得下去的是吧 必须满足的 最低要求和条件 所以说 列出来的这个五点 就是这些学员 要在 这些应业毕业生 要参加面试的 所必须具足的 成功关键因素 好了 通过 比试 通过面试 其中 比如说 有一个学员 他考第一 成绩都比 其他人高 他就取得了 相对于 其他的 应聘者的 竞争优势 也就是说 他具有了核心能力 因此 他得头份 首先获得了 公司给他提供的offer 这就是核心能力的概念 所以说核心能力 他强调的是单崩子 这个企业 做的比其他企业做的好 而成功关键因素 他强调的是 一个集合的概念 就是说 你参加面试这些人 都得具足什么 这五点最低要求 这就是通过动态图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之处 讲完这个之后 这个知识点的相关内容 就都给大家讲解完毕 应该说 这个知识点 在前面给大家介绍 他的考证分析师 知道他是全体型考察的 也涉及到主观体型考察 所以说这个知识点 它涉及到了 主观体型解码这个板块 为了应对在今年 可能对于这个知识点的 主观体型的考察要求 对于这个知识点 我们在基础班学习过程当中 提前就要对于这个知识点的 这两部分内容 从应对主观体型考察要求角度 出发来提前进行记忆 一个就是核心能力的概念 和它的四方面特征 概念要记下来 包括那三点的解读 特征 哪四方面特征记下来 每一方面特征的内涵 大家重在理解 不需要逐字逐一许 许计和背 然后呢 拿五种 类型的基准分析 其中过程或活动基准 一般基准 他们各自的内涵 要记下来 也就是基准分析类型 哪五种类型基准分析 要记下来 其中过程或活动基准 一般基准 他们教材给出定义和内涵 要有个很好的记忆 在现阶段呢 我们基础班学习时呢 对于这个知识点 就不给大家呢 来推荐了啊 一些个过往历史真体的 大家提前的一些预习啊 一些预热和严读了 这是因为呢 纳入主观体型考察范畴的 这个知识点内容 今年的教材 这块内容 相对于过往 这些年的教材的内容来说呢 今年这块内容呢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说呢 涉及到这块知识内容的 过往的一些个历史上考过的 主观真体呢 就不再适用了 所以说在咱们现阶段 就暂不推荐的 相关的一些个参考的 历史主观题目呢 供大家预洗预热 或提前准备了 这就是呢 这个知识点的主观题型的 解码板块啊 来给大家强调的相关内容 我们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的讲解一下啊 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啊 历史上的 曾经考过的一些 和我们新教材 仍然适用的啊 一些客观真题 以及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的 根据新教材啊 改编的啊 一些个啊 历史上考过的题目 我们首先呢 来看2018年的 一道多选题 甲公司呢 是一家电力设备制造企业 为了正确评价 自身的核心能力 甲公司选取了 国内一家知名的 同类上市公司 进行基准分析 下列各项中 属于甲公司 选择基准对象时 应当主要关注的领域有 A 能够衡量企业业绩活动 B 占用企业较多资金的活动 C 能够显著改善 与客户关系的活动 D 能够最终影响 企业结果的活动 应该说这道题目 它是披着灵活英的外衣 来考知识内容的直接化学 也就是说 对于比较的对象 基准对象的选择 不能说 凡是能够衡量企业业绩活动 我都有一选一有二选 没有必要 也不现实 而应将基准对象的选取 重点放在如下这几个领域 教材说了 就是占用企业较多资金的活动 能够显著改善 与客户关系的活动 能够最终影响企业结果的活动 一个就是花钱多的 一个是影响你收入来源的 一个是影响你收入水平 而能够衡量企业业绩活动的 方方面面领域太多了 并不是说有一个选一个 然后应选进选 这样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 所以说A选项 它并不是个正确答案 并不是说能够衡量企业业绩活动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基准对象 那衡量写业绩的 能够衡量企业绩活动 还要去了 对吧 所以说按照我刚才所讲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BZD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2020年的一道多选题 经营连锁超市的茂林公司 为了改善内部管理 开展了顾客满意度调查 组织相关管理人员走访学习 具有类似核心经营的 著名连锁餐饮集层 管理下属分店的经验 并瞄准本行业标杆企业制定了 整改方案 茂林公司进行基准分析 所采用的基准类型有 这是将2020年的一道考题 按照今年的新教材进行改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目呢 它有一个迷惑项或干扰项 为了改善内部管理 不是说一提到内部二字 它就是内部基准 它必须得把企业内部的某个部门 或集团那某个子公司 当作标杆榜样加以学习 才算作内部基准 我就为了改善内部管理 我到外面学去 这跟内部基准没有半毛钱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开展了顾客满意度调查 我在基础班总论当中呢 给大家强调过 我们驻块战略学习要提高两例 一个是阅读理解能力 一个磨练阅读定力 这道题目就考验的是 我们阅读理解能力 它为了改善内部管理 接下来说的是 它为了改善内部管理的举措 然后开展了 顾客满意度调查 组织相关管理人员 走访学习具有类似跟经营的 著名联锁参集团 管理下属分担经验 并瞄准本行业标杆企业 制定整改方案 这是它为了改善内部管理 做的三件事 也就是什么 三个举措 Actions 开展了顾客满意度调查 就是以顾客期望为基准 顾客基准 走访了具有类似合金经营的 著名联锁餐饮集团 它是干超市的 那个是干餐饮的 没有竞争关系 这是学员常识判断 然后题目当中告诉你 具有类似合金经营 所以说这点它对应的是什么 是过程或活动基准 选项里有吗 没有 一般基准是什么 得有相同有功能 并瞄准本行业的标杆企业 就是在自己所在的这个行业内 找一个是吧 最佳实践的企业 标杆企业 这其实是在业内找竞争对手 是吧 作为自己前进的方向 奋斗的目标 所以说这一块是属于竞争性基准 整个题目没说什么在内部选取一个学习的榜样的事 所以说没有内部基准的事 第二个举措 人家说的是过程或活动基准 不是一般基准 也把它排除 所以说这道题目符合提议的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C和D 我们接下来看2021年的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目是根据今年的新教材 结合2021年的题目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澳优公司是一家生产水下摄影设备的企业 其生产的水下摄影机 比其他企业的同类产品操作更简便 拍出图片的更清晰 并且不断推出创新型产品 开拓全新的应用领域 给消费者带来了超预期的价值 因此澳优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管理创新 被公认为行业标杆 最好的 其他的企业至今未能成功模仿或超越 通过几十年的不懈探索和积累 打造出自己的核心能力 根据题目信息 下列各项属于澳优公司核心能力特征的事 根据案例信息 下列各项属于题杆当中描述所涉及到的澳优公司的核心能力特征有哪些 那回答这道题目呢 我们答题的思路还是黄老郎单咬并压的 从题目的最薄弱环节入手 作为我们的突破口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澳优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管理创新 被公认为行业标杆 其他的企业至今未能成功模仿或超越 这说明什么 做的比竞争对手好 但竞争对手意识难以模仿或获取 这是他的独特性的体现 然后呢 水下摄影设备企业 生产的水下摄影比其他企业的同类产品操作更简便 拍出的图片更清晰 而且呢不断推出新产品 然后给消费者带来超预期的价值 按照我们教材所讲 这是价值性的体现 而且呢不断推出创新型产品 还开拓全新的应用领域 这其实就是把这个领域的核心能力应用到了新的领域 然后最后兜底的话说 给消费者带来了超预期价值 这就说明什么 他的核心能力 在全新的应用当中也获得了成功 对吧 兜底这句话 既是是吧 价值性体现 又是对于他在现用领域推出创新产品 开拓全新应用领域的一个总结 所以说开拓全新应用领域并获得成功 这是什么可延展性的提前 提案当中呢 倒没有提及啊 遨游公司啊 然后呢 其他的啊 非核心能力做了哪些事 最后呢 区域评探 最后还是人家核心能力 单纲主大梁 没有呢 描述这样的信息 所以说递选项 他没有案例信息支撑 所以综上这道题目的正确单 应该选择的是ABC 好 这个知识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